这家子太有趣了 女婿和丈母娘睡在一屋 儿子和妈妈睡在一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学校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暑假 熊孩子们开心的一路狂奔 丝毫不在意挡在校门口的老师 结果老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然而回到家的尼古拉犯愁了 因为每到暑假 他们一家都会去旅游 爸爸不喜欢去爬山 妈妈不喜欢去游泳 只因妈妈怕爸爸看比基尼美女 爸爸嫌弃爬山太累 不过今年老爸硬气了一回 却不想老妈答应得非常爽快 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那就是带上尼古拉的外婆 自己的老妈 说起这个老岳母 老爸也是非常头疼 他不是夸妈妈的前男友帅气 就是把自己的过错误信给爸爸 也就是说 有外婆在的地方 爸爸就高兴不起来 然而他的反对没有丝毫作用 于是一家人在沉闷的气氛中出发了 可让人更郁闷的是 他们路上遇到了大堵车 在外婆不停地念念碎中 老爸一脚油门 就开上了一旁的岔道 后面的车见状纷纷跟在后面 但爸爸选的这条路 却被一只牛阻挡 眼看外婆又要再次念念碎 老爸再一次猛打方向盘 这下好 世界都安静 好在他们顺利来到了酒店 可现在只剩下两间房 于是尼古拉只能和外婆睡在一间 不过外婆的呼噜声太大 尼古拉就跑到爸妈的床上 然而尼古拉睡觉一点都不老实 无奈的老爸跑去和岳母睡到了一间房里 但外婆的呼噜声老爸也受不了 最后只能在浴缸里躺了一夜 第二天 尼古拉在这里认识了一群小伙伴 其中 这个叫福尔德的小孩最为特殊 他见到啥都想用嘴巴去探索一下 就连地上掉的冰棍和拖鞋 都逃不过他的虎口 这个男孩为了保护小朋友们的安全 一把抓住跑向他们的毒蛇 不过这自救的方式有点坑朋友啊 这天尼古拉带着小伙伴们 在沙滩上堆城堡 可怎么堆都堆不好 一个建筑师走过来说能帮忙 毕竟是干大事的人 没一会儿就建造出一个漂亮的沙堡 其中一个男孩说 我们能玩这个吗 建筑师认为 这就是建给他们玩的 高兴的孩子们捡起沙石就往上招呼 甚至还全体上去踩 瞬间 沙堡就一为平地 建筑师看到自己的心血被毁 内心是一万只羊拖在奔腾啊 吃饭的时候 爸爸遇到了自己的同学 于是他们坐到了一桌 然而同学的女儿似乎没有表情 不管尼古拉如何逗弄 她都是一副死鱼眼 父母以为他们看对了眼 于是就给他们定下了娃娃亲 这可怕尼古拉惊到 毕竟自己心中有喜欢的人了 于是他找小伙伴们商量对策 你还别说 这些小鬼也是有一定的社交常识 他们让尼古拉吃九星巧克力 这样女孩的父母就会认为 她是个酒鬼 从而放弃这门亲事 不过这个东西吃多了闹肚子 于是他们又去野外找蛇 打算放进老张人被窝里 把他吓跑 但是他们只找到了一些蛇蛋 害怕毒蛇的男孩躲在树上 恰好看到了回家的毒蛇 当毒蛇慢慢靠近他们的时候 拿让他不得不钻进旁边的草堆里 出来后的他又看到了一台拖拉机 于是二话不说 一脚油门就冲了上去 挡道的法拉利 也被他一脚油门干上去 结果前后车轮卡在中间 无奈的他只能坐11路公交车 这边的小情侣感觉 漏风的古堡太冷了 就打算回酒店 不过他们刚出来 身后的古堡就没了 一群人找了一夜后 找了个寂寞 当他们气喘吁吁回到酒店的时候 两个孩子肩并肩地睡得正香 很快假期就要结束了 海滩上恢复了原来的平静 尼古拉和小女孩也纷纷不舍地告别 这是一部让人爆笑的法国喜剧片 它的第一部 小淘气尼古拉也十分的不错 有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观看哦 我是女汉子 要关注不迷路 爱你猫